感觉起来马克宏 真的很想要去金砖峰会 所以透过了外长来讲 讲说马克宏希望参加 南非金砖国家的领导人会晤 这是法国的外长科隆纳所提到的 他说希望在8月份 南非举行的金砖峰会 马克宏能否与会 不由法国决定 但是是由金砖国家 特别是轮值主席国南非来决定 可是俄罗斯好像不太愿意他来 就讲说这是一个不适当的客人 这是俄罗斯的副外长提到 他说如果马克宏出现的话 不好意思算不速之客 没有邀请你 你自己一直想来 到底什么时候要举行 是8月份的时候举行 可是南非的总统 这回有去到了巴黎 所以马克宏就准备要逮着这个机会 这个巴黎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 有媒体又认为说 马克宏可能会趁着这个机会 来跟这个南非的总统讨论一下 法国到底有没有去参加的可能性 那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国家 申请加入 金砖合作这个机制到底好在哪里呢 看到外媒的解读 讲说有与会的多国外长跟代表表示 这个金砖国家 是发展中国家权益的捍卫者 他们期待这个金砖国家 带来变革 并且认为这些金砖国家 是可以建立多极世界秩序 不可或缺的机制 那我们看这个萨克斯讲了 他说我们已经步入了一个多极化世界的时代 美国已经不再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者了 现在这个G7国家的经济量体上面 已经比不上金砖国家了 那再来看到这个李强跟马克宏的见面 那马克宏这个李强有提到 他就说不久前你成功访华 习近平主席跟你深入交流 也达成了一些系列的战略共识 为中法关系发展破坏了蓝图 那这一次他访法也旨在落实说 这个两国元首的一些共识 那法国也提到了 讲说高度中视这个法中关系 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也愿同中方来通过这个法中的战略对话 还有高级别经济财经的对话 高级别人文交流的机制来加强协调 还包含了像是这个航空 航天 还有这个核能 还有农业 这个食品方面的一些领域的合作 所以他是回忆起 今年4月份的成功访华 也请这个李强转达 对于习近平的诚挚的问候 以及衷心的感谢 所以看起来 现在中法的关系 其实真的是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非常的要好 那另外看到这个李强 跟这个博尔内 这一次的碰面 讲到说 欧盟现在也希望说 合作不受限于第三方 因为他们讲说 欧中加强合作是基于各自的利益 战略选择 不针对不依附 也不受制于第三方 所以会谈之后 两国总理 共同见证 包含了像航空空间研究 核能 这些双边关系的研究 那另外还有马歇尔也见了李强 他们讲说是欧盟 现在反对新冷战 选边站队 他们讲到说这个欧盟 无意恶阻中国的发展 反对新冷战 那李强也讲说 现在其实 中国的发展对于全世界来说 都是一个机遇 而不是风险 给全球产业的供应链 带来的是稳定 而不是冲击 所以欧洲如果能够正向的看待 理性的来看待的话 这样子其实对于大家来说 都可以共创这个双赢 那我们首先来请教夏亮哥怎么看 我觉得 中国大陆现在 我感觉 有在每一个区域 找出一个比较能够 积极主动做事情的伙伴 那欧洲就是法国 那中东就是烧地阿拉伯 那未来亚洲 我认为有可能是印尼 那南美洲当然就是巴西 那这种思维跟美国是一样的 比如说美国在亚洲就是找日本 那欧洲本来找英国 对不对 然后现在又想去 这个拉拢印度 大概都有类似的想法 可是我认为中国大陆现在是在 因为看到法国跟沙地阿拉伯都蛮积极主动的 都在布他们区域内部自己的局 那我觉得这个跟英国印度那些不能比 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不可能跟美国结盟的 因为印度他周边三个国家 他如果跟美国结盟就全部得罪 他三个国家是中国俄罗斯跟巴西斯坦 那你旁边三个比较大的国家都跟你作对 你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拜登把拉拢印度 这个坦白讲在地缘政治上没有基础 他大概只有说工业跟你合作 科技跟你合作 军工跟你合作 可是你去幻想说 他敢去跟俄罗斯 站不一样的步伐 我真的难以想象 所以我觉得这个 像马克宏他为什么想要去金砖 我觉得也是 就是看到金砖国家即将讨论非美元支付 就是讨论SWIFT的替代种 那目前就已经看到 伊朗也有自己的一种 俄罗斯也有 中国也有 那大家就一起整合成一种 那搞不好法国也想参加 就是多一种非美元的支付 对法国也是个帮助 然后他事实上目前开的 这个新全球的融资契约会议 他事实上就是要改革 目前全世界多边的金融的融资机构 那主要代表就是世界银行 跟国际货币基金 这两个都是美国人控制的 所以摆明的就是他也在挑战美国 那这个东西如果不跟金砖国家 合作你怎么挑战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俄罗斯反对我可以理解 因为俄罗斯的理解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俄罗斯想的是俄乌战争 所以你法国为什么要给乌克兰武器 然后现在对我那么凶 对不对 企业都跑走了 俄罗斯不高兴 所以他当然会丢黑牌出来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没有定案 南非不讲话 现在就俄罗斯扮黑脸 俄罗斯扮黑脸有完全合理的道理 因为他只想到俄乌战争 中国大陆想的不是这个 中国想的是全国布局 所以我认为因为金砖国一支八月 所以我认为还有磋商的空间 因为法国并不是要参加 他是要当作被邀请的来宾 他想当观察员 对 然后去探探路 看看你们在谈什么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认为还有空间 好 赖老师 我觉得整个局势在变 原来G7这几个国家 占世界经济体那么的大 然后科学 工业技术这么的先进 所以他制定所有的规则 这些规则都有利于他们的发展 所以他们就越来越富有 而发展中的国家 新兴的国家 一直陷于长期的贫穷跟困乏 现在局势转变了 金砖五国的经济体 已经超过G7 然后金砖五国 他们代表的就是新兴国家 所以他们制定的规则 都是有利于新兴国家的 这些发展 而世界193个国家中 除了少数几个工业化的国家以外 其他绝大部分都新兴发展的国家 所以这些国家当然很愿意 加入这个金砖五国 即使中国在很大领域 如果以科学技术跟工业化的程度来说 中国早就可以进入G7 但是中国拒绝加入 美国也曾经邀请过好几次 中国就是拒绝加入 甚至美国 奥巴马还说我们两个组成G2 两国来主导这个世界 中国也拒绝 中国就一直继续拥抱 这个新兴的发展中的国家 那新兴的发展中的国家 它的影响力跟量体 已经超过G7 G7的影响力一直在萎缩 而且它制定的规则 一直只能有利于他们的发展 那就不利于其他新兴国家了 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他们怎么会有吸引力 而且他们制定的规则 你是要跟它对抗的 因此金砖五国 代表新兴国家的利益的情形下 当然就形成了巨大的吸力了 所以你看十几个国家 现在目前至少有20个国家在排队 都要加入了 那当然你对G7的国家来看的话 就是说第一个我是破落负了 第二个我影响力大不如前了 第三个就我说了不算话了 因为这些新兴的绝大部分的就是 其实就是乡村包围城市 用这么简单的话来讲 就是农村就把城市包围了 那这些农村一百多个国家 越来越多人要加入的时候 你只会看到金砖五国 它的影响力跟它的分量 只会越来越强大 而不会越来越弱 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各位想想 那中国大陆的影响力 当然就越来越巨大了 在这个情况 那很多国家 尤其是G7的国家中 当初他们相信美国拜登所谓的 就是你们跟我一起走 我们团结起来来遏制中国的发展 中国一定会屈服 一旦中国屈服 中国就会让利 一旦中国让利 你们就能够分根 你们就能够分到肉 分到汤来喝 结果两年多下来 中国非但没屈服 没屈服 当然就不会让利 而要打中国的这些G7的国家 自己反而受伤了 你会看到目前来讲 德国 法国就慢慢的就离开了 那中国大陆就趁这个机会 把这个裂缝再扩大一点 所以拜登所领导的国家 就越来越少了 好 来文街长 事实上来讲 我们来看美国 英国 澳洲 他们组成AUKUS之后 法国就觉得他背叛 背叛了 为什么他背叛了 这个由战良老师之前所讲到的 有关于八艘潜舰的这个合约 另外事实上来讲 我们看到AUKUS 事实上来讲跟澳洲 实际上有海洋界限接壤的是法国 而不是英国 然后怎么会 结果法国被排除 法国的新克里多尼亚 事实上就在澳洲的旁边 那他竟然没有 没有事前被知会 第二个 其实法国开始慢慢的 跟美国貌合省力 也是其来有志 法国的航空母舰 这个戴高乐号 其实今年有来过印太地区 可是他没有 他完全没有进入到 马六甲海峡 也就根本就没有进入到南海 为什么 因为他不想跟美国站在一起 那更不用讲说4月中 中的时候马克宏访中 他提出了所谓的战略自主 他所谓的战略自主 其实我们回头来看 就是戴高乐主义 戴高乐主义讲的是什么 也就是法国应该有自己的外交 以及国防政策 不能过分的依赖或追随别的国家 这个依赖跟追随是哪一国 当然他指的就是美国 所以他开始跟美国走出不一样的路 他不只这样走 他还带领着欧盟这样走 所以我们之前有一张照片 我们看到冯德莱恩跟习近平主席 跟马克宏三个人站的位置 那事实上来讲冯德莱恩站得很远 但是冯德莱恩等到他回到欧盟的时候 他也赞成马克宏的说法 也就是站在欧盟的选择来讲的话 事实上马克宏的选择是对的 跟美国站在一起 那我们就来看看 现在几乎所有欧盟的武器 都被乌克兰消耗完了 等到未来大家要买 跟谁买呢 要跟美国买吗 这个就是法国跟德国 对于武器采购 两个完全不同看法的主要来源 因为法国认为说 我们自己欧洲就有能力做 我们就自己就是国防自主 为什么要买美国的 因为买美国的是谁赚钱 其实基本上来讲 军火这种产业是很赚钱的 那这么赚钱 为什么钱要给美国赚 还有以色列赚呢 虽然他们的武器先进 但是结束了 还没结束 还没结束 对不起 但是